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正在宁波举行 本届博览会共有中外近1200家企业参展 参展面积达到了11万平米 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采购商报名参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前身是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 今年升格为国家级事业外基础性展会以后 参与度创下新高 有四个国家派出了副总理以上的 这个国家领导人赛探出席 那么17个国家 今年是加入了希腊 那么都派出了高级别的代表台来参加会议 小到一瓶红酒 大到世界上技术领先的轻型飞机 博览会上的中东欧商品非常丰富 这架由捷克生产制造的领航者600飞机 采用全数字化设计和制造技术生产 最高航速每小时265千米 可以不加航游 用98号汽油替代 这是中国与捷克技术合作 与经贸往来的典型范例 博览会还将通过会议论坛 经贸洽谈 贸易展览和人们交流等活动 助推经贸交流合作